臺灣在過去累積的一些成就 我們要走到的是 要加上另外一個字叫藝術的藝 也就是變成廚藝達人 工藝達人 或者是造型設計師 各位想想當你變成造型設計師的時候 跟替陶耶 它是完全兩個格局 而臺灣最有條件 因為臺灣有這麼豐沛的教職資源 最近我想有一個非常值得大家看的一本書 叫做正義 應該是正義 那麼叫做Justice 那麼這本書大陸叫公益 那麼這本書 大家如果上哈佛的一個網站 Justice的網站上就看到 那個老師在哈佛上課在面 面對一千個學生 是用什麼樣的方法去領導每一個學生 從來他不給你答案 他只是用各種的論辯的方法 讓你來判斷事情的真偽 你以為對的事情不一定是對的 你以為錯的事情未必完全是錯的